公元前260年,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著名的长平之战。 长平之战以后,赵国战败,整整40万大军被秦国主帅摆起,坑杀殆尽。 这一战之后,赵国几乎损失了全国所有的精锐军队,军事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。 但有趣的是,当时赵国虽然国力大损,但秦国却没能一举攻下赵国。 在损失了全国的精锐后,赵国依然坚持了30多年,才最终被秦国灭过。 面对一个军事力量几乎全部损失殆尽的赵国,秦国为何没能一鼓作气直接平定赵国呢? 实际上,真实的原因在于长平之战以后,秦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正是秦国内部的矛盾给了赵国一定的可乘之机,最后秦国自身暴露出的巨大破绽,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损失,无力再灭掉赵国。 要想解释清楚这件事,我们还得从长平之战刚刚结束时说起。 长平之战结束后,白起坑杀了赵国40万大军,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夸张战绩。 但同时,秦国军队自身也遭受很大的损失。 据历史学家估计,秦军在整个长平之战当中也损失了近20万精锐大军。 20万精锐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显然也是伤筋动骨的巨大损失。 不过,好在秦国本身国力雄厚,20万精锐的战损倒也不是不能承受。 为了打赢长平之战,秦国之间一共出动了近60万大军。 就算损失20万之后,此时白起手里依然有近40万大军,完全有能力直接灭掉赵国。 反观赵国这一战之后,国防几乎彻底崩溃,已经无力再阻挡秦军的进攻了。 白起当时选择了成省追击,将秦军分成了三路,一路由秦军将领王河统领,进攻疲劳地区,一路由秦军将领司马耿统领,进攻太原地区,还有一路由白起自己统领,直接进攻赵国国度邯郸。 这三个地方都是赵国当时最重要的地方,如果这三个地方都被打下来了,那赵国的灭亡也就再没了任何疑问。 当这个消息传到赵国的时候,当时在位的赵国国君,赵孝成王,赵丹,彻底慌了。 长平一战的惨败是这位赵国国君,无论如何都能想到的。 赵丹少年继位,长平之战爆发这一年,赵丹才刚刚继位四年,对国内的控制都十分有限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长平一战就打惯了赵国的家底。 此时的赵丹除了开城投降之外,似乎也没别的选择了。 但是赵丹在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,却并没有选择投降,反倒是主动和韩国取得联系。 韩国是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一个,韩国也明白,如果赵国被灭了话,那么秦国下一个针对对象一定是韩国。 所以就算是为了自身安全,韩国也绝对不能让赵国被灭掉。 韩赵两国就此一拍即合。 接下来,两国派出了著名的纵横家苏黛前往秦国进行游说。 提起苏黛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,但他的哥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,就是那位配六国相应的苏秦。 苏黛到了秦国之后找到秦国宰相范衰,游说范衰,希望范衰可以向秦王戒严。 撤回秦军,从当时的局势来看,只要让白起再多打一年,平定赵国根本不成问题。 撤军看上去就像天方夜谭一样,但是经过苏黛的游说之后,范衰竟然真的同意说服秦王撤军。 范衰之所以愿意让秦军撤军,自然不是为了帮助韩赵两国或者收了苏黛的贿赂,这么简单。 真实的原因是范衰是当时秦国的宰相,在秦国内部的地位仅次于秦王。 而长平之战以后,白起凭借着战功已经足以威胁到范衰的地位。 如果让白起顺利平定赵国,那么毫无疑问,白起一定会居于范衰之上,这是范衰不能接受的。 所以范衰最后以秦军批乏为名,说服了当时在位的秦赵三王,下令让秦军撤退。 当然,作为代价,赵国需要割让六座城池献给秦国。 就这样,秦国退兵,赵国灭国之威暂时被解除了。 秦军退兵之后,按照当初的协议,赵国需要割让六座城池给秦国。 但是赵孝承王却并没有这样做,反倒是采取了大臣于卿的计策,割让了六座城池给齐国,以此和齐国交好。 赵孝承王很清楚,如果将这六座城割让给秦国的话,会让秦国变得更加强大。 此效比长之下,下一次秦国再次进攻赵国,赵国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挡得住的。 反倒是用六座城去贿赂齐国,可以换来齐国的承诺,一旦未来秦国再次出兵,齐国会同时出兵,帮助赵国进行抵抗。 除了交好秦国之外,赵孝承王还积极和其他几国交好关系,不但和魏国定立盟约,还将灵秋地区送给了楚国的春生军,以此交好楚国。 对于韩国和燕国,赵孝承王也是选择极力交好。 如此一来,除了秦国之外的五大强国几乎都被赵孝承王打点了一遍,一个脆弱的攻守同盟已经渐渐成形。 当然这还不够,几个月之后,当秦赵湘王发现,赵国非但没有割让六座城给秦国,反倒是积极联系其他五国,顿时大为恼火。 秦赵湘王当即下令让五大强王领统领秦军直接进攻国度邯郸。 但显然,此时的赵国已经度过了之前最为虚弱的那段时间,而秦国这边也错过了进攻赵国最佳时机。 秦军这边主帅王领并不是一个特别善战的将军。 据史书记载,当时白起结束长平之战,返回秦国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,无法再担任秦军的主帅,这才让王领做了主帅。 不过,后世史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,有人认为白起确实是病了,无法承担秦军的主帅之位。 也有人认为是,此时白起知道了范碎的戒严,心中不愤,所以假装生病,故意推辞到主帅之位。 所以秦庄湘王只能选择王领作为统帅。 而当王领带着几十万秦国精锐进入赵国之后,一路势如破竹,很快就打到邯丹。 此时的赵国虽然已经度过了之前最虚弱的那段时间, 但依然没能组织起强大的军队,只能任由秦军一路,长驱直入,直抵邯丹。 邯丹之战就此爆发,不过当秦军抵达邯之后,赵国却表现得极为顽强。 老将连坡统领,赵国军队顽强坚守,平年军赵盛散尽家财,只为募集更多军队,最后甚至将自己的妻妾都编入了军队。 而赵孝成王本人意识坚决主战,积极动员赵国百姓进行抵抗,依托邯郸的牢固城防,再加上秦军主帅王领能力远不如白起。 赵国在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,最后竟然真的成功抵挡住了秦军。 反观秦军这边,王领围城数月都没能打下邯郸,反倒是折损了不少士兵,对此秦赵湘王勃然大怒,临阵换下了王领,打算再次任用白起。 然而此时白起却再次拒绝秦赵湘王的征兆,所以秦赵湘王只能让王虎为主将继续围攻邯郸。 随着围城之战时间越来越长,双方优势劣势,也开始逐渐出现变化。 赵国这边原本谁都没想到赵国真能守得住,就连之前赵国交好的几个国,此时也不愿出兵,只想等着邯郸被打下来,趁机分一杯羹。 但赵国既然守住了,那就不一样了。 而秦国这边,长时间在赵国的地盘上,作战后勤补给压力极大,烈士开始逐渐凸显出来。 邯郸围城数月之后,赵孝成王派出平原军前往楚国,试图说服楚国出兵。 在这期间,就发生著名的毛遂自荐的故事。 平原军前往楚国,要带二十位门客,最后一位叫毛遂的门客主动请应前往。 到了楚国之后,毛遂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,最后顺利说服楚国出兵,援救赵国。 与此同时,魏国派出了十万大军,在边境上进行观望。 而魏国的信邻军为了营救赵国,悄悄偷了魏王的虎符,最后调动了魏国的大军,赶赴赵国进行救援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信邻军切服旧赵,随着魏国和楚国的相继到来,秦国压力陡然大增。 一场大战之后,秦国折损了近二十万精锐,最后被迫退出了赵国。 另外,因为白起始终称病不出,秦赵相望不然大怒,直接除掉了白起所有的爵位。 白起最后自问而死。 长平之战,秦国已经折损了二十万精锐,而邯郸围城战当中,秦国又折损了二十万精锐,连续两次重大折损,让秦国的国力大幅衰退。 再加上白起的死,让秦国失去了一位最佳统帅。 此时的秦国在面对赵国、魏国以及楚国相互联合的局面之下,已经无力再灭掉赵国,只能继续等待时机。 战争结束之后,秦赵两国开始重新缔结合约,互相派遣质子。 秦国这边派出的质子名叫义仁,也就是后来的秦庄湘王,同时也是秦始皇的父亲。 在赵国期间,义仁得到商人吕不韦的帮助,和歌女赵姬生下嬴政。 寒旦之战结束六年之后,秦赵湘王去世。 秦赵湘王去世后,其子迎住继位,但仅仅三日之后便离其去世。 迎住去世后,其子义仁正式继位,也就是秦庄湘王。 秦庄湘王在位三年之后,同样英年早逝。 短短三年之内,秦国先后失去了三位国君,这对秦国的打击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而秦国对外扩张的脚步,也由此放缓下来。 在秦庄湘王去世后,年仅13岁的嬴政便正式继位,成为新的秦国国君。 但因为嬴政继位是年龄太小,大全都掌握在宰相吕部位以及王后赵姬手里。 直到嬴政成年之后重新掌权,这才再次开始了向外扩张。 从这段历史当中,我们不难看出,长平之战后,赵国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,没有被秦国直接灭掉。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秦国内部出了内乱。 短短十几年内,秦国出现了将相书和,临时三亡,外戚掌权,吕部伟善权,落海乱政等诸多问题。 再加上,赵孝成王也算是一位英明的国君,所以能够带领赵国暂时渡过长平之战后的危机。 如果不是秦赵相王临战退兵,说不定白起一战就能够直接灭了赵国。 要是那样的话,说不定秦朝统一六国的时间就能大大提前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